大家好 欢迎来到 PhD VLOG 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期什么样的视频 我们今天来讲 记这个 Alex Knight 和VJJ之后的第三种 叫做Rice Knight 残差网络 那么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 Deep Rhiz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OK 就是说深度的一个残差的学习 是干嘛的 是做这个图片的一个识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谁 这个作者是何凯明 是吧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那么其他的 或者我就不是特别认识 我们也不用去特别的关心 它是微软的研究院所做的这么一篇文章 所以说Microsoft 其实就说从这篇文章开始 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你就很难做出一个什么深度学习上面的一个研究了 基本上后面的研究都是公司 一般好的研究都是公司领导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顶尖的大学 底下大学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出什么有效研究了 比如这篇文章 就是说在今天的4090上 如果你要想再春一个这个Ryzo的这样一个Net RiceNet出来的话 那么也可能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 那么你想想在那个时候需要多长时间呢 对吧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 就是说做这个模型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个人的话呢 就不要太想了 你就是一定要加入组织 去公司或者去大学才能做出一个好的研究来 那么来先我先看一看 它的Abstract是怎么写的啊 就是说左边是英文的右边是中文的 我们依然是去读中文的版本 因为英文的版本的话呢 我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 就没法给你们讲 所以他说了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RiceNet 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发现呀 更深层次的这个神经网络呢 是非常难以训练的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呢 就是使用残插这样一个方式 来让这个模型的训练的变得更加简单 可以训练比以前更深的那么一个网络 OK 然后他们之后的这一段呢 就在讲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他们这个网络的效果呢 比之前那样的要好 对吧 在各种各样的上面呢 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大概就讲了这么一件事 所以后面的部分呢就不用看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模型呢好 然后他讲了一下他怎么好 对吧 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AlexNet AlexNet呢是一个比较浅的网络 你看他只有那么几层 对吧 这个层直接都可以 每个层都可以画出一个图例来 对吧 那说明这个层呢就不是很深 对吧 你能看到他每一个层的大小是怎么样的 每一个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可能也就一共就五层六层的样子 他不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网络 那么呢我们来调到VJ16 VJ16呢 他就不能再画成一个那样的图例了 因为这个每一个格就是一层 对吧 那你看他的层数呢 就已经比之前那个要多多了 VJ19呢比他甚至还多了三层 所以他的层数呢 就比AlexNet呢要多很多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RiceNet RiceNet呢最低的是18层 他是和VJ19呢相媲美的 OK 他的18层和19层是几乎一样的 然后呢就有RiceNet的34层 除了34层以外 还有50层 101层 152层 现在甚至有更多的 可我记得好像最多的 可以达到300多层的一个网络 那他的输入呢 也不再是最传统的那个高 所谓的高分辨率 224乘224 而是336乘336 或者更高的这样一个分辨率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啊 就是说他这个层次数量呢 就已经比VJ19呢要多了很多了 他呢要是再画成那种图示 已经画不出来了 对吧 到152的时候呢 就只能列个表了 他根本连图都画不出来了 因为152的话 这整个这一张纸上面 得得就像像一个蛇一样 得绕腾三圈五圈的 才能把它画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网络呢 是非常深的一个模型 那你看VJ19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CNN模型 他就是一层连一层 一层连一层 对吧 中间就是一层连一层 一层连一层 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RisNet你看呢 他呢不只是一层连一层 他还有一个旁路 对吧 他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个就是一层连一层的 这样的一个模型 他中间还有很多的 他还有一个岔道 对吧 这是RisNet的模型 OK 这是RisNet 这个Plan呢 不是RisNet 这个Plan呢 就是说 他按照VJ19的样子 去画了一个 和他相似的东西出来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为什么RisNet 要搞这么麻烦 你看这个东西 还要这连接一下 这多费劲呢 对吧 为什么要搞这么费劲呢 就是说 我们在串一个模型的时候 当这个模型变得很深的时候 他的tuning error就下不去了 你看 这个是20层的一个模型 这个是56层的一个模型 但我们在逐渐训练 这个Iteration 就是说 他进行了多少次迭代 就是说 当这迭代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tuning的error 大家都在下降 对吧 但是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存在某一种极限的 对吧 这是有一个极限的 它是不可能无限低下去的 然后你会发现 20层这个模型 它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点 但是56层 它降不下去了 所以说 对于一个深层的模型 它降低它的loss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它的输出 那么这个输出的东西 会通过反应传播算法 逐渐的回传到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当我通过反应传播算法 逐渐的回传到之前 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 越传到前面的时候 它反应传播最后的值就越小 它的t度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到这层的时候 可能就没什么t度了 因为我们计算机存储数据的方法 是通过浮点数这样的方法存储 它存储有一个极限 你不能低于那个极限 低于那个极限 它就默认为零了 所以说当它深度传出到前面去的时候 它的效果会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当模型超过VJ19 这样一个限制之后 它其实前面就没传出到什么东西 它前面这些温度空间 就相当于没有怎么训练到 它还是随机的初始化的参数 它没有办法向前继续去进行 一个很深层的一个训练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个模型它深度的时候 效果就不好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件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它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说VJ11 13 15 19 16 19 在VJ上面发现这个模型越深 它效果越好 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把模型搞得越来越深 但是越深的模型会产生一个问题 所以说Rest9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模型越深的效果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更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法训练更深 它能让它训练更深 所以说效果也应该更好 这样就是这个文章的逻辑 那这个文章逻辑的最后 它也证明了它是成立的 OK 那么Rest9到底是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来避免的这样一个事 其实也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是有一个数据通路 对吧 这么过来 是一个层一个层这样 连成一个像糖糊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每一层都在都去传输这个T路的话 就会有一个问题 它就到后面就传输不到了 对吧 所以怎么办 我就造一个短路线 把这个短路线 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它绕过去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训练的时候 是Fx 对吧 这个东西出来的结果 因为它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是x 对吧 那经过这两层 这两层呢 是一个函数 对吧 这两个函数出来的结果呢 是Fx 对吧 那么如果我要是这么反向传递回去的话呢 就是Fx变成x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呢 要做一个短路线 怎么办呢 我就把短路线这么接过来 把x呢 直接传过来 把这个地方变成Fx加上x 那么如果要是需要反向传播的时候呢 我可以这么着直接直通的往回去吹 因为我有Fx 对吧 我也可以把这条线呢 给它断掉对吧 我可以直接回去 因为我有x 所以这个模型呢 相当于就是把中间这些地方呢 加上了一些短路的这样的一些模块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区域呢 给它直接短路 就通过这个地方绕过它 对吧 相当于我就呢 我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切开 把前面 把后面的地方呢 都用短路线绕过去 这样我就可以把前面的模型呢 也寸出来一个权重 把前面模型呢 也可以跟着一起寸 相当于我就把这个一个34层的模型呢 拆成了两个 比如说19层的模型 那么呢 我可以寸后面的19层 能更好传递回前面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rightside的一个basic的idea 那么rightside的这个 怎么样去做的这个加法呢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通过 就是直接把它闹招过来的问题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在CNN的这个网络里呢 它在做每一层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大小是会发生变化的 对吧 维度是会发生变化的 那么我们要是直接直接去 就通过这个方法 给它传递过去的话 会产生一些维度上的问题 那我怎么把维度上的问题 给它解决掉呢 这也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使用另外一个 一乘一的一个convolution layer 用这个layer呢传过来 那么它的维度问题呢 就得到了解决 这就是rightside的一个basic的想法 那么我们说的rightside以外呢 还有rightside 这是这个就不是这篇文章底的内容了 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大概是怎么做的样子 怎样去做的呢 就是说rightside呢 是直接一个东西过来 对吧 一个头过来 就是这样 一个堂壶这样 那rightside呢 就是把这一个内容呢 给它拆分成了好多个小的单元 然后最后出来一个结果 再给它加在一起 出来一个结果 最后我们发现resnext的效果呢 比resnext呢 要好一点 这是next嘛 N-E-R-X-T 那个x的意思就是 我有很多很多的小的分叉 那为什么resnext 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resnext呢 它这个每一个数据呢 更加的分散 对吧 那每一个这个小的区域呢 都可以单独的去训练 那么它如果是每一个小的区域 都可以去单独的去训练的话 它就会比你整体的 作为一个整体的去训练 它的效果呢 应该要好一些 对吧 这就是deep tendon的一个想法 deep tendon的想法就是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搞得越 大家就是 大家之间打架的量越少 大家这个效果就应该越好 那么放256个在一起的话呢 是有的数据 可能之间会有点冲突 它学习不到很多的这个特征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特征 它有更多的头 就叫多头学习 在之后的transformer里面呢 也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模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就说这个模型呢 就说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有我们的 elixnet还有vj16 那么elixnet呢 它的结果的这个地方应该是17%的错误率 然后我们之前的vj16呢 应该是有一个8%左右的错误率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它错误率变得更加的低了 所以说呢 它这个模型的效果呢 确实是更好一点 它呢也像vj16一样呢 就是说给出了不同的这个层 它之间的这个一个区别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做一个模型 对吧 elixnet就做一个模型 到了vj16之后呢 大家就是做很多个模型 对吧 你愿意选择什么大小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你就用什么样的模型 你的显卡呢 大呢 你就可以用大的 你的显卡小呢 就可以用小的 它都给它串出来 对吧 你想用什么呢 就可以用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 就是去改变这些块的这个数量 对吧 那它改变这个块的数量的时候呢 它这个模型呢 也会跟着发生相应的改变 就是变得更长 变得更长 对吧 那这个模型的效果呢 也会变得更好 那么vj16的152这个模型呢 其实已经成为 就是152层vj16 已经成为了一个fundamental的 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 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 而不需要自己再去写这个模型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是去探测flow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很轻易的找到 这个模型的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peer talks呢 也有对应的相应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 直接去调用它 人家已经在 emage net上给你寸好了 那么呢 在我们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到 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呢 使用的数据呢 是这样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 它这个数据都是在emage net上寸的嘛 emage net上的数据 都是猫啊 狗啊 手指啊 樱桃啊 什么的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寸的数据呢 有可能就是一些医疗的数据 或者是什么数据 那么我们在寸这医疗数据的时候呢 就不能再去用emage net原始的模型 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模型的权重呢 稍微打开一下 然后呢 在这个模型上进行一个微调 就是说 我们还是在继续训练 只是在模型上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呢 再进行一些训练 这样的话呢 这个模型就更好的去fit我们的数据了嘛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做一个NII 就是NI文件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么这个NI文件呢 就是MRI所做获得的这样一个文件 MRI呢 就是MRI和CT都可以传承NII文件嘛 就是它是三维的一个数据 MRI呢 就是核次共振吧 核次共振的话 就是把一个人这个进行断 就是断层扫描的这样的模式 去把这个人整个的都给它扫出来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三维的这样的一个图像 对吧 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立方体的这样的一个图像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图像 所以把代码呢 也给大家写出来 就是我们一共有四个文件 首先有T1和T2 对吧 T1和T2是拍的不同的组织 我也具体不知道是什么组织 因为我专门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以前用过 那么T1和T2呢 是不一样的一种组织 它对水的这种分类呢 是不一样的 好像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吧 那我也不去给大家胡说八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是他们俩就是不一样 然后TBrain呢 就是把这个T1里面的这个骨头啊 还有一些就是眼睛啊 这样的组织呢 给它去掉了 因为拍头的时候会啊 把所有东西都拍进来 包括脖子也拍进来 那我们只需要关心它的Brain是什么样 因为MRI这个东西 主要是看它的Brain嘛 就看脑子里长不长瘤子啊 或者是就说脑子有没有一些损伤啊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这个Brain呢 就是把T1给它提起出来的 它就是有脑子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之后呢 我们用Nips把这个图片 把这个文件给它读出来 这个文件呢 是.ni.jz jz呢 就是压缩文件 就是说这个文件呢 是经过压缩的 因为NI这个文件呢 它是个立方体文件 它非常的大 对吧 我们通过什么货卖编码之类的 把它压缩一下的话呢 它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让存储起来呢 会比较方便一点 存储啊 还有传播 因为你要让别人下载你的数据嘛 人家一下载数据 一下子下载几十个G的数据 人家就不好下载 那如果你要压缩完以后 可能就只有几个G的数据 人家就比较好下载嘛 那么我们存储Ni文件 对吧 然后把这个Ni文件呢 给它读取出来 对吧 得到这样一个 就是三维的这样一个 3D的这样一个cube的一个文件 然后之后我们创造一个蒙太奇的效果 就是把这个文件呢 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整个把这个片都给它展示出来 就像院里拍的那个片子一样 然后把它们整个都打印出来 那么打印出来就是这样 这是T1的样子 这是T2的样子 然后呢 这是T1Brain和T2Brain的样子 就是把周围的部分都给它切除掉的样子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来寸这个模型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看 就是从脑子的左边开始拍 对吧 一直拍到脑子的右边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是左脑和右脑连接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比较暗嘛 因为它中间这个地方其实是组织比较少的 因为它中间是一个勾嘛 就是空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医疗数据的时候呢 就需要重新的去寸一下RiceNet吧 有两个方法寸吧 之前都讲过了 这个Majer是一模一样 就说我们是去寸 只去寸它这个TOP呢 TOP的意思就是那个蛋子层呢 我们是去寸它这个蛋子层呢 还是把整个模型都给它寸一遍呢 对吧 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这样一个写法了 对吧 我们可以用RiceNet 152来提取这个图片的feature 那么提取出来的feature呢 这个图片呢 是成一个一对应的一个关系 那么一个图片呢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边缘呀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啊 就被我们提取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比如说LSTM呀 或者是使用一些分类器呀 它去进行一个分类 就是RiceNet 152所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其实实际上你要是因为这带不去 你就不去干任何事情 就是用它这个已经好的权重 就是直接漏进来 直接提取的话 效果呢 也不会太差 就是这个ImageNet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术语集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去用它 好 那么来看看这个文章的后面 就讲这个文章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就首先呢 这个是plan 就是说没有加入这个残差层会怎么样呢 那么你看34层呢 它就打不过18层 是吧 那么如果是我加入了这个RiceNet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34层呢 它就比18层的结果呢 要好了不少 所以说呢RiceNet的这个idea呢 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呢这个图呢 这个表格呢 讲的是同样的事情 只是把前面这个图呢 给它改成了一个表 对吧 让观众们可以更好的 更清晰的看到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好法 对吧 原来是27比28 现在是27比25 OK 那么呢 它这个对于不同的这个深度的网络呢 它还有不同的这个残差块 OK 它就讲一下 就是告诉你这个块是怎么 这个模型都是怎么搭出来的 对吧 那我们对于这个小一点的模型 比如34这个模型 就用的是左边这个块 平常对于一个大量的模型 它用的就是右边这个块 那么你看它用了大量的像3乘3啊 还有什么1乘1啊 这样的这种非常非常小的这种 这种CNN的这种size 那么它也是从VG16上面 获得一些灵感吧 因为VG说了 就说我们用的一个块越小 它提取出来东西呢 其实越好 所以你看RiteSign 它就是用了一个比较小的 那EditSign 当时就用比较大的 对吧 当时还没有人做过研究 他们就是按照他们自己 当时的显卡呢 也不是很大 所以他们只能做的一个比较大的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话 显卡才能把这个数据都装的进去 那么我们讲过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它的效果是如何的了 那就是它的效果呢 就是它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都给它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你就发现VG16呢 是打不过这些东西的 然后Google Night呢 然后呢这个Night呢 也打不过这些东西 OK 然后你看Plan34呢 它打不过这个RiteSign34 对吧 不过RiteSign34的任何一个形式 然后它也打不过RiteSign 更深层的这个网络 那么50层 101层 152层 你看到它越到后面的这网络呢 它的效果呢就越好 当然它的到后面呢 你效果好1%2% 它的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你的计算开销呢 会增加很多 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去展示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最大的网络的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 在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用的时候呢 并不需要去用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 你看50和152其实差的没有多少了 对吧 如果我们不是很特别care这个差距的话 那我们用50 其实会比152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速度啊 我们在做实时医学处理的时候 那152可能需要处理一分钟才能处理完 50可能只要处理三秒钟就处理完了 那我为什么不用50呢 它恰我没差多少 那50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速度 然后更高的效率 那么这就是它这个不同的这个东西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最后一件事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图像去处理的时候 图像识别的时候啊 我们不只是想去识别 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东西 比如图像里呢 有狗对吧 我们不想去识别 就是这个图像呢 是狗 因为这个图像里不仅可能有狗 还有一个小孩 对吧 所以我们想干这件什么事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图呢 给它框出来 就像这样 就说呢 我们有一张图片 里面有很多车 我识别出这个图片里面有车 它没用 因为这个图片里呢 它不止有车 它有很多别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有车 对吧 有人 它还有别的东西 但是它的车呢 它也不是说 就这个图就是车 对吧 我想识别说 这个车到底在哪里 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 就是说到这个VG之后呢 大家又分出了新的分值 就是说我们想知道 这个图上的每一个东西 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有专门的术语集 比如说MIS COCO 或者是PASCA这个术语集呢 就是专门来做这个位置的 这个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我们就会讲 比如说RCN是怎么样的 然后FASRCN MASKRCN 还有后面的YOLO 还有比如说SSD 各种各样奇怪的算法 那么这些算法呢 是怎么去处理的 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它呢 他们在做一个什么事呢 他们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个FASRCN OK 那FASRCN这个算法呢 它可以把这个上面的一个 CAR什么都给它提出来 对吧 它可以把这个CAR加一个框 对吧 它不仅可以加个框 它可以把这个CAR涂成一个颜色 对吧 就像我们在监控摄像头中 看到的有些东西一样 就是它把这个CAR涂出来一个颜色 比如说一个人得了癌 然后呢 这有几个癌细胞 把这癌细胞呢 给它拿那个颜色给它标出来 对吧 这就是FASRCN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他们就是用RiteNet101去替换了 FASRCN以前它里面用的一个检测方法 就是VJ16 我们之前讲过VJ16了 他使用他们的方法替换了他的方法 然后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后来发现效果呢 非常不错 对吧 效果不错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直接获得第一名 对吧 效果就非常的好 就讲这么件事 就说RiteNet101呢 它还可以干一些别的事情 它呢还可以大放光彩 在别的事情上呢 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同时呢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他没讲 就是说RiteNet呀 它的参数量可能比VJ16 VJ19这样大力出奇迹 暴力出奇迹的算法呢 反而要小一点 因为它呢使用了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吧 那得给大家讲 它是它的 它是相当于是用了这个 智力换取的速度和时间 对吧 因为它用了一个更高级的方法 这个方法更复杂一些 它相当于智力换了时间和空间 那么呢RiteNet101呢 它速度呢 反而可能比VJ16 有VJ19这样的方法更快一点 这是这个文章没有讲到的 那么呢这里呢 我们的视频呢讲这里了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呢 可能给大家讲一讲GoogleNet 或者给大家讲一讲DanceNet 或者给大家讲一讲后面的Exception Interception 这样的方法 那么呢我们就下期再见